同学们我们先来聊聊这个所得税 老师可不可以问问你们 请问一下所得税所得税 你们觉得他课的是什么 老师给你们两个选择 老师我今天我在公司打工 我赚了收入我赚了100万 所以呢我针对这100万就要拿来课税 同学们请问这样子的说法对不对 还是老师我今天赚了100万以后 其实我有很多的成本费用 我能扣的先扣一扣以后 比如说我要自装啊 比如说我要进修啊 比如说我为了赚这个薪水 我必须去买工具啊 你们觉得是扣完了成本费用以后 才是我们的课税的一个基准 还是其实是直接拿到的薪资收入 就是我们的课税基准 同学们你们怎么回答呢 针对这两个答案老师跟大家讲 我们一定要选第二种情况哦 因为我们本题我们本章节 我们要讲的是不是叫做所得税 竟然是所谓的所得所得 所得所得的概念呢 意思就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扣掉了成本费用以后 我们是以净收入的概念 来进行课税的一个税基 所以同学们我们说所得税 好同学们来开始来喵喵看 本章节呢我们一开始呢 老师要来帮大家上的东西 我们就称之为所得税 所得所得 因为所得所克的一个税 那到底什么叫做所得呢 所得指的是我们的净收入的概念 是一个净收入 是一个净收入的一个概念 老师那什么叫做净收入 我们有看到这个净这个字嘛 这个净这个字呢 指的就是什么东西啊 指的就是我们的成本 该减的就是我们 对不起 是我们的收入 该减的成本我们要减掉 该减的费用我们也必须进行减除 所以同学们 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一个净收入的一个意涵 好那既然我们有所谓的净收入了以后 那老师那我现在就知道了这是所得 那所得所得呢 所得税 他今天要刻意税 所以呢我们今天会展现出来一个算式 老师陪大家看看哦 老师我今天赚了薪水 我一整个家庭赚了薪水 老师可不可以问你们 你们听听看 你们各位同学们都非常的有钱 你们年薪都破百万 好同学们的年薪破百万 同学们你们赚了钱以后 你们要干嘛 出去玩 除了出去玩还要干嘛 基本上是要养家嘛 各位同学们以后长大了以后 你们是不是都有家里 有家庭 是不是要得以维持 如果今天政府把你这个一百万 扣掉了你们今天进修买工具以后 把你整坨的所得都拿来课税 你会很不爽 为什么会很不爽呢 因为我们通常大家赚的钱 就是我们要去养家 那既然要养家 你就不应该针对我的薪资 就只让我扣掉了这些 就是买工具啊 进修的钱 同学们 他应该还要帮你扣掉什么呢 养家糊口的成本费用 所以各位同学们 你们知道吗 老师现在要来教的就是 跟你们每一个人最相关的 各位同学们 我们今天以人格身份来说 我们大家都称为所谓的自然人 那针对这个自然人 大家已经赚了钱啊 大家赚了钱 大家赚到了什么呢 大家赚到了所得 老师 我现在就得到了这个所得 那老师 我今天要去课税 老师刚好说 我们赚到钱是要拿去养家的 如果政府把你这个所得 都拿去课税以后 你就会不爽 所以呢 因此 其实政府啊 会设计一些 设计什么东西呢 设计让你可以养家的钱 同学们 比如说好了 同学们 老师可不可以问你们 养家 要什么钱啊 你们家里是不是会有保险费 你们家里可能常常会去寺庙拜拜 是不是可能会捐一些钱 你们呢 是不是比如说 如果今天不小心发生天灾 家里如果垮了 其实是不是要去重建这个家庭 或者是你们今天有一个家 你们是买房子 买房子是不是会有购物借款 那房贷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你们的钱 也是你们的成本 所以 如果 还有 如果你今天不是租房 你如果不是买房子 可能是不是要租房子 那你的租金 是不是也是为了维持一个家 我们今天是不是就会有所谓的什么呢 就会有所谓的成本费用的概念 所以 各位同学们 一 你赚到的所得 我们刚刚说的是你的薪资的一个收入 我们去减掉了 比如说进修 比如说买工具 这些成本费用以后 我们得到的所得 我们还要 政府还要给你什么呢 养家活口的钱 所以 我们就会有一个专有名词 他呢 就会给你一个东西 叫做所谓的扣除额 他会给你一个东西 我们称之为所谓的扣除额 而这个扣除额呢 是大家都通用的 所以呢 我们给他一个专有名词 我们就称为他叫做一般扣除额 我们大家都有一般的扣除额 那一般扣除额呢 是这样子 是每个人有家都可以扣的咯 所以呢 我们又可以分成 比如说好了 你今天想要扣 来给我看看 你寺庙 捐赠的收据 来给我看看 你房贷金融机构 真的缴利息的证明 我真的要有凭证 所以呢 如果假设 你今天如果有凭证的话 我们呢 就会让你进行所谓的列举 列举出你的凭证之后 我们让你来进行扣除 可是 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列举凭证 政府还是会让你养家活口 那他呢 会让你扣除他设定好的金额 这设定好的金额呢 我们会给他一个专有名词 我们叫做标准式的扣除额 好 同学们 所以大概看一下 老师 原来扣除额 有分成标准扣除额 以及列举扣除额 这两大项 再接下来 怎么分 考考大家 刚刚老师说了什么呢 什么时候会用标准式的扣除额 老师 我今天去寺庙捐钱 结果 哎呀 我的收据掉了 我没有办法扣 哎呀 不OK 不OK 老师 我今天有去 房贷利息 哎呀 这个凭证掉了 哎呀 没有 没办法扣 老师只是做一个举例 你有凭证 你就可以把它列举出来 如果你不出示凭证 政府还是愿意让你扣 扣什么呢 就是扣所谓的标准性的扣除额 而这一个扣除额 有一个统称 我们称为一般性的扣除额 好 再来 那同学们 老师呢 接下来要再跟大家说明 说明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所得 同学们要稍微记得一下 我们的所得的部分呢 每一个人都会有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会有所谓的免税额 所得每一个人都会有免税额 因为我们为了要加入所谓的OECD 那我们为了加入这种就是租税协定国 你要确保你们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大家的租税负担是合理的 那除了 因为我们要加入这样子 要确保大家租税负担是合理 所以其实它背后隐藏着法理 什么样的法理呢 税不能够克进 比如说好了 你今天为了要吃苹果 所以你就把苹果树所有的苹果摘掉以后 还把它的苹果树全部砍掉 拿去烘烤你的鸡 所以比如说苹果烧鸡 所以你连树都把它拔掉了以后 那请问一下人民 怎么可能还为你好好的赚钱呢 人民就不想工作了 所以呢各位同学们 你们知道吗 我们除了养家活口的钱以外 我们现在政府要对你瞌睡 它还要给你一个人人都可以享有的 每个人的基本权 人人都可以享有呢 就是我们会有人人享有的免税的金额 我们会有人人皆可享有的免税额 那这个免税额呢 它取了一个很 就是很棒的一个数字 发财发发发发 也就是每一个人 人人可扣 人人可扣八万八千元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扣掉八万八 好同学们先停在这里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了 从老师刚刚说 我们现在说要再跟大家介绍 跟你们息息相关的租税 一我们从薪资开始讲了以后 我们克的叫做所得税 所以你得到了薪资收入 我们有成本费用者 我们就必须去进行减除 你没有成本费用者 同学们 你就不能够减除 那同学能够减除成本费用 是你的权利 所以所得是已经减掉了 为了赚取这一笔所得 花的成本费用 老师还可以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把你们家里 把房子出租出去了 我们今天出租出去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 我房子可能会有一些成本费用要维护 我要缴管理费 我要缴地价税 缴房屋税 那同学们 你获得了租赁 一整年的期间所得 可是你在这一年期间 也负担了成本费用 那我们就可以把你的租赁的所得 租赁的收入 减掉了这些成本费用 作为所得的 克税的一个税机 好 那所以同学们 大家就可以看到 原来老师 我赚了薪水 我今天为了进修 为了买工具 该扣的我都扣掉了 所以我得到一个东西 叫做所得 income 那所得完毕了以后呢 老师刚刚解释 因为人人 人人都可以享有免税额 因为我们说啊 事情不能做尽 凡事都要留一条后路 政府对我们克税 也不能够克尽 你要对我们留一条后路 所以呢 因此 我们就让你减掉了 所谓的免税额 然后再接下来 你的钱赚了 是为了要养家活口的 所以老师告诉你们 一个家 谁是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谁是次要的经济来源 通常是什么呢 不是老公 要么就是老婆 反正这两个人 一定是扮演着 家里的经济支柱 小孩子当然 不会是扮理经济支柱 如果小孩子 都可以扮理经济支柱 那同学们 小孩那可能是baby boss 那不得了 那出生就很有钱 不是 我们说啊 你的钱是为了养家活口 所以我们为了 让你能够维持 一个家庭的运作 我们就可以让你把费用 把它给干嘛呢 把它给减掉 好 再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述说 把这个故事给讲完 那同学们 我们大家来跟着老师 来继续看哦 老师 可是啊 你知道吗 我家里有一些特殊情况 我要花更多的钱 去解决我家里 这些特殊的情况 今天政府 他会不会愿意 给我多扣一点啊 会不会让我多 让我少缴一点税啊 比如说打个比方好了 老师你知道吗 我家里 我有老人 老人有身心障碍 老师 我家里 我们有老人 他失能了 我需要长期照护 老师 我们家里 有所谓的 有所谓的小孩子 他是幼儿学前 他现在五岁以下 他要出来读书 他就是 现在哎呀 我的薪水都很少 我都不敢养孩子了 政府啊 你会不会让我 少缴一点税啊 像老师刚刚讲的 分别有身心障碍 家里如果身心障碍的人 家里如果有身心 失能的人 如果家里 有很小的小孩 政府啊 你愿不愿意 让我少缴一点税啊 政府说 我愿意 所以呢 因此 政府为了让你解决 特别的情况 有一些情况 是特别的情况 所以他就会针对 你 而进行 给予一个东东 我们就会称呼 他叫做所谓的 特别式的扣除额 我们就会有一个特别的扣除额的诞生 我们就会有一个特别的扣除额 好 那老师刚刚说 老师 特别扣除额里面有什么呢 打个比方吧 我们就讲简单的 家里有身心障碍者 哎 我就给你特别扣除额 家里有身心失能者 我就给你长期照顾 特别扣除额 家里 如果今天有小朋友 很小的小朋友 有幼儿 我们称为学前扣除额 那我今天都会为了你的特别的情况 政府补贴你 鼓励你 帮助你 我们会因为特定的政策 或者有特殊的目的 我称呼他叫做给你了一个叫做特别的扣除额 好 再来 在接下来以后呢 老师扣完这些 这时候呢 因为啊 其实历久以来 政府今天在算所得税的时候 我们的公式就长这个样子 但是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们真的好想要 你知道台湾在国际的势力很薄弱嘛 所以最好有什么协会 我们都能够加进去 我们呢 租税上有一个协会叫做OECD 那我们就非常非常想要去加入 就是我们非常想要去加入 所谓的租税上的一些协定的协会 可是呢 你要加入这个组织 我们很严格的哦 我们很严格的是什么呢 说你们呢 你们要搞清楚哦 你们这些租税 你们对于你们的人民 不可以严格的课征租税哦 否则你不能进来 我不给你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为了加入这种的协会 所以我们就诞生了一个东东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什么呢 基本生活费的扣除额 基本生活费的特别扣除额 基本生活费的扣除额 什么意思啊 讲给你们听听看 那个台湾 你们的每个人民 你们每个人民 我知道你们本来对人民就不错了 你的所得你不会克进 所以你给人民免税额 你给人民所谓的一般扣除额 你给人民特别扣除额 好 你现在给人民呢 已经给他们全部呢 就已经这样子计算出来 你已经让人民减掉了 每一户都可以减掉了所得 都可以减掉了50万的扣档 可是不好意思 因为你现在想加入我们这个协会 想加入我们这样的会员国 我要确定 你的人民扣这一笔的钱 到底有没有足够 到底他们有没有感受到 哎呀 我们的税负好重哦 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呢 同学们 这时候我们就会作为一个会员国 我们要去测试 我们要去测试 看看你给的这个够不够 因为你为了要加入会员国 老师先把这个的名词先写下来 你为了加入这个会员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会诞生了一个名词 我们就会说啊 你们最基本最基本啊 你最基本最基本 你要让人民得以生活 不能诸税过重 所以我们叫做 基本生活费的差额 我们叫做 基本生活费的差额 好 那老师在讲这个的时候呢 听老师叙述一下吧 会员就说台湾就出生了 哎呀 请问啊 伟大的协会啊 伟大的会员国啊 如果我想要 我想要证明给你看 我真的没有课太重的话 我怎么证明呢 这时候呢 他就跟台湾说 跟你讲 其实很简单 你呢 去做一张图表 去把你们 把你们所有 两千三百万人口 你们呢 去把你们的薪资 去进行一个排 进行一个中型分配图 我这时候呢 你会把所有的薪资 同学 你会把他们 你们整个台湾 所有的所得 全部都统计起来 统计起来之后呢 你 因为我要看 你有没有对人民 客太重了 让他没有办法生活 很简单 请你呢 去抓出中位数 请你 去把中位数 把他给抓出来 当你今天 把中位数 抓出来以后呢 我就会 以这个人为基准 的60% 比如说好了 你们国家 你们是高所得国家好了 你们的中位数 人民的所得 就中间的这个人 同学来 纵轴 他可能是摆所得 横轴 他是摆人数 我抓出了中间这个人 他对应的所得 我把他抓出来以后 打个比方 中位数 中间这个人的所得 假设是 老师打个比方 假设今天是 三万块钱好了 好 中位数 他赚的钱是三万 那今天呢 我们就会去 再设定一个 他的60% 他的60% 也就是会等于 一万八 也就是会等于 一万八 好同学们 你们听听看 也就是等于一万八 我跟你讲 台湾 你现在呢 每一个人 只要来报税的人 最基本 他的生活费 最少就是一万八 你呢 你刻的税 也就是你要给人家扣除的金额 他赚的钱 最少最少 要能够扣掉一万八 好 现在呢 假设现在是一家三口 现在在这里呢 这一户人里面 我们住着三口人家 爸爸 然后呢 妈妈 然后呢 孩子 同学 我们总共住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呢 每一个人 老师刚刚讲了 这三个人 我们呢 就帮你算了 会员国说啊 这一万八 不好意思啊 你们呢 乘上了三个人以后 所以呢 你要确定 你们国家最基本 最基本 要有五万四 要能够确保 从他的薪资所得中扣除 否则你们的国家 税负课太重了 诶 这时候台湾就说 你看 我们都有检测机制啊 其实你看哦 他现在啊 已经扣除了五十万 而基本生活费的差额呢 因为我们的基本生活费 我们刚刚是不是算出来 去抓全台湾人民 的一个中位数 中位数呢 算出来 金额呢 会等于一万八的部分 这是老师随便讲的 这是老师随便设的 这是一万八 有三个人 所以最基本 最基本 我整户里面 我可以让他扣掉五万四 我们现在都已经 他都已经超额扣了 所以呢 我可以回答会员国 说你看 我每年都会检测 所以呢 在老师刚刚举例的 第一个情况下 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但是呢 来 老师呢 举 老师接下来 比如说 我再接下来 再讲比如哦 比如说好了 去年 我们其实每年底 都会公告了 每年底公告的时候 同学老师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好了 如果今天是第一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一万八 可是如果老师今天 如果是第二个例子 如果老师现在是每个人 可以享受十八万呢 每个人可以享受十八万 所以三个人份 所以呢 伟大的台湾啊 台湾就说 不要担心 你看到我的人民 没有课太重的税哦 这个的名称叫做基本生活费 现在的基本生活最少要有五十四万 目前他已经报在帐上的扣除额 他已经报了五十万的金额 我知道他扣不够 因为最基本要生活的钱 要有五十四万 所以呢 我也会允许他多扣四万 因为最基本要扣到五十四万 所以这里的名词 我们为了加入会员国 给予的专有名词 叫做基本生活费 一个叫做差额 就是我要去检测你的人民 到底能不能有基本的生活 那最后一个 那老师再讲解一下 老师 那如果今天公布的基本生活费 因为每年年底都会去公布 我们的基本生活费 假设我今天算出来 同学打个比方 假设算出来 如果今天政府公告 是每个人可以是十五万 可以是十五万 那我们现在这一户人家 里面有三个人 所以我现在算出来 就等于四十五万 这时候呢 伟大的台湾就会说 你看 我本来就已经让他扣多少了 我们本来是不是 就已经让他扣掉五十万了 这时候呢 你的基本生活费一检测 我不用再多扣了 因为我已经没有让他租税 有过度的负担 我让他最基本的生活 都已经能够完善了 所以同学们 因此我们分别 老师稍微讲了一下这些东西 我们说所得税 所得税 其实他的一个概念就是 当你今天赚到了钱 为了赚这笔钱的成本费用 我们可以进行扣除 我们叫做所得 再接下来 我们今天其实基于 基于果树原则 你不要税 不要克尽 所以我们会让人人都可以 享有免税额 老师刚刚说人人可扣 同学人人可扣八万八 如果以老师举的例子来说 这一口人家 这一户人家 是不是有三个人 所以老师就会拿八万八 乘以几呢 我就会拿八万八乘以三 然后再接下来 接下来呢 我们会开始 历经的所谓的 一般扣除额 那这一般扣除额呢 是为了让你 维持家庭的一个运作 一般性的 每个人都要养家活口嘛 所以呢 我就会给你 如果你有凭证 我就会让你 剪掉所谓的列举 你就把它列举出来 如果你没有列举 因为还是有 养家活口的需要 我们就会给你一个名称 叫做标准扣除 然后再接下来 那你今天啊 如果有特定的一些政策目的 你有特殊的一些情况 你家里有身心障碍者 你家里有学前的幼儿 你家里有身心失能者 那我今天会设置了一个特别扣除额 让你再进一步扣掉 好 但是我为了加入会员国 所以在这近两年 我们又多了一个东西可以扣了 你必须去检测 你们台湾人民的租税 有没有最基本的生活 能够让他达到 如果他的最基本生活都达不到的话 那同学这样子不行 同学其实我跟大家讲 像去年 我们的基本生活费的扣除是182000 同学其实差不多吧 老师问大家 你们能够基本生活 最基本最基本 每个月的伙食费 你们觉得大概花多少 一万跑不掉吧 有些人可能会到了两万 大概一万到两万之间 一定跑不掉 所以基本生活费的这个金额 其实定的就很漂亮 像去年年底 就是182000 182000 换算一下大概一个月 大概是一万 一万六 一万七吧 所以同学 有一万六 一万七的金额 是不是可以让你吃饭 好啦 所以同学 老师就举例了 我们说基本生活费 每年年底的时候 其实我们为了加入会员国 财政部呢 其实他在每年年底 都会去公告 每一个人可以享受的 基本生活费是多少钱 这基本生活费 是把全台湾的人民抓出来 我们说是一个中型分配 以后 我们说他的中位数 那个人的所得的60% 中位数 那个人的所得的60% 那这个60% 作为我们的检测依据 你本来假设 你这三个 一绿色粉笔 黄色粉笔 蓝色粉笔 如果这三者扣除的金额 已经是50万了 那我就可以让你多扣 能不能多扣 看一下 如果第一个情况 假设政府公告的是18000 我现在呢 总共有三个人 那这5万4 5万4 拜托我已经让人家扣50万了 所以呢 其实会员国通过 当当当 通过 你就不用再给人家多扣 再来 如果你今天假设政府公告的是18万 你这一户人家有三个人 所以呢 18万乘以3 等于54万 54 不是比2 54万 54万的部分呢 同学们 我们这里扣除的金额 是不是已经扣了50万 哎呀 这样不行哦 你呢 人家基本生活 你都没有办法让人家维持了 所以不行不行 他赚的钱 麻烦你 还要再让他扣除一个 叫做基本生活费的差额 所以我们就会让他 让他再多扣多少呢 如果以这个的情况 假设今年年底公告的 基本生活费 他是15万的话 我们有三个人 45万 所以同学们 你现在账上已经扣了50万 那同学们这时候 已经扣得很够了啦 你算才45万 我们早就通过 你看这一户人家扣50万 所以他就没有任何的 基本生活费的差额 好 停 所以呢 老师现在讲解了 这不同的粉笔 它的一个由来 那讲完了之后 同学们 我们会得到一个 很美丽的专有名词 老师问你 所得 该扣的东西都扣掉 就很像我们的销货收入 减掉销货 销货折扣一样 我们会得到 进额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说 啊 老师 我知道呀 你这样子算完了以后 我们会得到一个 专有名的专有名词 它叫做 所得 所得 进额 我们就会得到 所得 进额 这样的一个 东东 好 同学们 所得 进额 它又简称 它是我们 课税的一个基础 有一点点难的文字 它叫做 税基 老师你小看我们 不是啦 它就叫 税基 因为有时候同学 不知道什么叫做 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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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税子基 是税基 税基的部分 就是拿所得的 进额 等一下作为 课税的基础 那老师可不可以 问你们 你们赚到的所得 是价的概念 还是量的概念 我们赚到的所得 是价 老师画一个 金钱符号 就是我们的 Dollar的 这个金钱符号 它是一个价的概念 所以呢 你们今天赚到的 所得的进额 有看到了吗 老师 这个东西 不对不对 我要算税额 那我们的税额 到底是多少 其实税额很简单 来同学们请看哦 老师接下来 使用第二面的版书 同学们 我们现在到底 要怎么课税呢 其实课税好单纯哦 老师接下来 就会拿所得进额 我会拿所得进额 OK 我会拿这个 所得的进额 进额 进额 它是一个价的概念 老师为什么 一直要强调呢 因为 同学 就是你赚了这么多 所得进额 比如说 打个比方 如果你现在 所得进额 算出来是 五十万的话 我赚五十万 政府 你要拿走几% 你要拿走几% 所以我们就会 多了一个东西出来 我们就会说 拿所得进额 乘上我们 要使用的什么呢 乘上我们 要使用的税率 乘上我们 要使用的税率 比如说好了 你拿 你有五十万 是不是 好 我要拿走 里面的五% 五十万里面的五% 不为过吧 你生在台湾 长在台湾 用于台湾 所以台湾的政府 要刻意你5% 因为台湾要有5% 你有缴了税 政府才有干嘛呢 才有钱帮你打疫苗 否则公费疫苗怎么来 公费每个人都要打一针疫苗 那钱怎么来 所以因此 同学们 我们税率 你今天你赚的价里面 我今天呢 乘上了一个百分比以后 通常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专有名词了 有点难 也不会很难 它叫做什么呢 应该要缴纳给政府的税金 我们称之为 因纳税额 我们称之为应该 要缴纳的税额 应该 这个叫应该 应该 妈妈说 你应该要拖地 可是你真的去拖地了吗 其实不一定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 这个应纳税额 跟你今天要掏钱给政府 实际缴出来的金额 其实还是有落差 所以我们说 应纳税额 接下来 还不是你 应该要缴给政府的钱 妈妈说 你应该要拖地 应该要洗澡 应该要照顾妹妹 应该要干嘛 这么多的事情 可是你实际去做的 不见得会有这么多的事 所以我们说 应纳税额 我们接下来 下面还有一些东西 老师先讲一下 你们知道吗 你要缴给政府 我们会有一个金额 叫做缴税额 可能是缴税的金额 缴税额 或者是退税额 我们会有一个缴税额 或者是 你不用缴税 退税 像今天 今天呢 今天就是一个时间点 今天其实会有 退税的金额 会汇到你户头 不知道同学们 其实你们可以看一看 你们去年 假设你有在时间内报税 今天就是退税的时间 你们去看一下 你们的银行账户 应该是有前入账的 你要嘛就缴税 要嘛就退税 所以同学缴税 要嘛就是退税的金额 缴退金额 现在又让大家 明白了一个概念 这个 是我们现在算出来 政府说 你应该缴给我的金额 可是它不见得 是我们实际 去缴的数额 因为这中间 还有一段路要走呢 这中间的一段路 有什么东西呢 老师跟大家讲 其实我国的租税 它是很奇怪 比如说 好了 同学你去上班 它怕你 因为我们今天 你看 比如说好了 我们今天插零年 老师画一条小小的 树线图 等一下插掉 比如说我们今天 插零年的1月1号 我一直很努力的 上班上班上班 上班到跨年的那一天 也就是插零年的 12月31号 我们今天上班了 这么的久 同学你在上班了 这么久 你每个月 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5号10号 公务人员 就最期待1号 打工的同学 也是5号10号 都不一定 那当然也有些人 领薪水是在20号 总而言之 一个月总有一天 是你领薪水的时候 那同学们 打个比方 如果我们大家 是受薪阶级 我们通常是 5号领薪水好了 所以同学们 我们在每个月的5号 我们在每个月的5号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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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会领薪水 那你今天领薪水的时候 同学们 你们知道 给你们猜猜看 你们知道 是什么时候缴税吗 老师 我领完薪水以后 我马上就要去缴税 通常应该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国的税制 等一下老师会继续介绍 我国的税制不是这样子 同学 我国的税制是 你今天呢 从X0年1月1号 到X0年的12月31号 你会去Sigma一下 Sigma什么呢 会把你这一年度 所赚的钱 老师就简称 它叫做所得 好像看过 有啊有啊 来镜头拉过来 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看到 你就会有这个所得 你会把这个所得 累加起来 这一整年度当中 你会把你赚的钱 全部都把它 全部都加起来 那加起来 各位同学们 你就会有所得 那老师请问一下 我国的税负 是什么时候要缴税 老师告诉大家 老师跟大家讲 我们的税负 它超好的 我们是等到 X1年的5月1号 到5月30号 5月31 不好意思 是31 1月大 2月小 3月大 4月小 5月是大 所以5月1号到5月31号 这个时间点 我要去缴 我要去缴 X0年1月1号 太复杂了 我要去缴 去年 去年所得的税 缴去年所得 支税 支税 有空的吗 好 那同学们 老师问你们 我今天赚的钱 明年要缴税 那你们明年会乖乖缴税吗 老师不行 我不能不缴税 不缴税会被罚 可是通常 很有可能会发生什么呢 政府很有可能会发生呆账的问题 因为时间是不是这么长 你看 比如说去年 1月5号领的薪水 里面有一部分要缴税 可是要等到 明年的5月1号到5月31号 你载就开掉了 你早就都把它花光光了 花光光了 这时候 政府怎么可能容许太多的呆税的存在 因为你早就花光了 所以政府想了一个计策 他呢 其实在你今天领薪水的时候 政府有一个预扣机制 叫做预付机制 我们叫做扣脚的机制 所以巴迪亚你们知道吗 所以政府在你领薪水的当天 领薪水的当天 他呢 可能就会先做一个动作 把你的薪水预扣起来 他会预先扣起来 比如说你领的薪水领了10万 政府呢 就先预扣了里面 比如说我今天预扣了5000 我就预扣了5000 那巴迪亚你们知道吗 一整年下来 如果每个月都预扣5000 预扣5000 12个月之后 政府其实是不是就已经预扣了税金 已经扣了6万块钱 那老师问你们第二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已经预扣了 以后还把再缴一次 不用 你们看哦 首先我们的薪水 我们的薪水的总金额 会让我们算出了一个 应该要缴纳给政府的税金 但是老师说 他跟自缴的退税金额 还是有一段的差距 我们呢 中间的差距 其中一个就是要扣掉 我不用缴那么多 因为我早就缴了 所以呢 我们就要减掉 来请看 我们要减掉什么呢 扣缴的税额 减掉扣缴的税额 哦同学们 听到扣缴 有没有一种感觉呢 什么叫做扣缴 扣缴 你是瞎缴 谁缴 扣缴缴 就是预先扣下来的钱 那明年 你要缴税的时候 政府就不跟你再收一次了 所以同学 这个扣缴 指的意思 它就是一个 预付款的一个概念 明不明白 好 再来 那老师 我扣缴扣完了 我还没有什么 我还没有什么呢 同学 有 这一段的差距 这么的长 对不对 好 政府呢 可能会有一些政策 可能考虑了一些重复课税 可能考虑了一些投资优惠 这时候政府呢 它主动免你税 它可能会让你减掉什么呢 有一些抵减税额 有一些政策目的下 政府会给你一些抵减税的金额 会有一些抵减的税额 有看到吗 好 我们先到这里 老师就简单的先开了一个这样子 好 你们先知道这样就好了 老师中间还有流动 那就是以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都会一个一个把它塞进去 会有好多好多东西 好 停 所以同学们 你们是不是已经明白 老师我知道 因纳税额 然后呢 我现在是因纳税额 我现在离我今天去缴税的金额 同学中间还有一个 如果我有预付 我就扣掉 政府如果有给我一些 租税上的一些优惠 说我不用缴税 租税上的优惠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的抵减税额 政府所给的 来 老师 写白话一点 他比如说 就是我们一些 租税上的优惠 如果有租税上的一些优惠 我就把它给扣掉 那你是不是就不用 去缴那么多的钱了 OK 原来 老师 真的很复杂 没错 中华民国 万万岁 同学 税金的计算 我们一直说有两种考点 一 税法先备好 考归 以及二 考计算 同学 你要备好了以后 你才能算 所以这里面都隐藏着 很多很多很多的法条文字 好 停 再接下来 老师要来跟大家讲 老师问你们 请问一下 你们觉得 我们讨论一个议题 好不好 请问一下 有钱的人 该缴更多的税 还是缴更轻的税 老师 我知道 缴更轻的税 我问你 为什么 你知道 因为他都请会计师 都帮他结税 他其实最后都缴不到 虽然你说的是事实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子讲 其实我们应该是 有钱的人 要缴越多的税 比较没钱的人 比较贫困的人 他缴比较少的税 说不定还要给政府 要给他更多的优惠 那同学们 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税制 我们怎么达到 老师刚刚讲的一个立场呢 好 同学们 老师先把这里 把它给擦掉 我们先把刚刚的故事 讲到这里 那同学们 请你们看 老师现在要跟大家 探讨的一个问题 现在要讲什么呢 老师要讲公平 公平 什么叫做公平 来同学 你们家里有两个小孩 你有哥哥跟你 就是你是弟弟 好 反正就有哥哥跟弟弟 请问一下 以后你们长大了 那妈妈叫你们拿钱回家 比如说好了 哥哥如果拿一万 那你 你要拿十万 你会说什么 不公平 凭什么 凭什么拿这么多 同学们 我们说在讲这个公平 这个意涵的时候呢 我们到底怎么去达到 所谓的公平 我们到底能够如何 达到这个所谓的公平机制呢 老师跟大家报告 在公平这件事情呢 来听一下老师 刚刚的举例的对话 我们说 你跟妈妈 妈 为什么 哥哥只要拿一万 我要拿回家十万 妈妈说 因为 我以前比较疼你啊 你受益程度比较大啊 所以你孝顺一点 是应该的 早知道你就不要这么疼我 同学们老师刚刚在讲的 因为妈妈比较疼你 所以呢 你要拿比较多 所以妈妈觉得这很公平 所以因此 我们在讲公平 这一个字眼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公平的字眼 我们称之为是 用受益原则之下 受益多寡 受益多少之下 我们去讲解这个公平的字眼 那同学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的字眼是这样子的 妈妈说 哎呀你看 你哥哥 很可怜啊 工作有一餐没一餐的 我叫他拿一万块 他已经使出了极奶的力量了 你现在呢 在台积电当首席工程师 年薪千万 我叫你拿个十万 不为过吧 因为你负担能力比较大啊 你就说想一想 嗯 好了 这样讲起来好像很公平耶 所以同学们 其实公平是一个相对的字眼 公平没有绝对 所以每个人都在想说 妈妈比较偏心 妈妈比较偏心 到底是怎么偏心 你不外乎都是从受益程度 或者是从负担能力的字眼 来讲述它 我们从受益 或者是从负担 所以呢 在我们的税法上 在我们的财政学上 我们就会讲解这个公平 叫做受益原则下的公平 以及这个看负担能力 我们讲的东西 它叫做量能原则下的公平 量能原则下的公平 那老师 请问我们的租税 要不要追求公平 老师 当然要公平啊 那老师可不可以问你们 请问 你们觉得租税上的公平 是要追求受益的公平 还是量能的公平 好 我们想想看 你 好了 我啦 我啦 我很穷 所以我每个月 都得到政府的很多好处 我拿三千五的补贴 我拿一万的老农年金 我都拿了好多好多好多的补贴 同学们 请问 你拿政府的补贴 你拿越多 我很可怜 我拿越多 我应该缴越多的税 还是缴越少的税 如果是看受益原则 越穷的人 会拿到越多的津贴 那应该是越穷的人 要缴越多的税 同学 他都已经越穷了 结果 你用受益原则下 要求他缴更多的税 那可能 还是不可能 所以老师要跟大家讲 在我们的租税的领域范围当中 我们不会去讲解 什么叫做 我们不会去追求受益公平 否则这些穷困的人 我告诉你 就暴动 历史上 每一个国家 最后被推翻 同学 都是因为什么情况 都是因为人民 他遭受了非常非常不好的待遇 人民的生活 非常的困苦 反正 我要嘛就饿死 死路一条 我推翻你 我也是死路一条 那干脆就干一把吧 我现在 我就想办法推翻你 所以同学们 其实 人民最后呢 会起身反抗政府 都是因为这个样子 同学们 你们知道 所以呢 你们已经知道了这样一个逻辑 所以他绝对不会是看受益原则 我们去进行 进行租税上的公平 所以呢 我们的租税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租税 追求的东西 是量能负担下的公平原则 明白了吗 OK 好 那在接下来 哦 老师 那好 老师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具体的作为 我们是如何能够达到所谓的量能下的公平呢 来 老师跟大家报告 报告 我要怎么样跟大家进行报告呢 是这个样子的啦 怎么样子啦 税率 越有钱的人 你对国家的负担能力就越重 那我就给你越高额的税 所以没错 所以因此 针对这个税制 我们说啊 你要采用什么样的税制呢 我们的税制 有一种税制呢 来一给大家选择 有一种税制 我们称之为比例税制 有一种税制 我们称之为累进税制 我们称之为累进税制 好 什么叫累进 累进的意思 不是高进 累进 累进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累积到越多的所得 同学比如说好了 你们今天小小一个上班族 大家刚出社会 一个月的月薪 可能三万块 一年你的所得 一定做了 净所得 扣一扣 杂七杂八扣一扣以后 你通常可能不到十万 那不到十万 老师告诉你们 你们只要缴五% 可是随着你们年龄的增长 有一天 你的年薪已经是两百万的总所得 该扣的东西扣一扣 你的净所得 可能坐落在一百三十万 那你今天就要用十二% 所以老师给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 好 首先老师要来讲了 老师你为了要达成量能的公平 税率的部分 我们有两种部分给你选择 我们有比例税率 跟所谓的累进税率 比例 这是你赚的钱 我要拿走某一个比例 累进税率 指的是你今天赚越多越多的钱 我今天就要拿走越多的租税 所以各位同学们 我们今天不会使用比例税率 我们在所得税里面 我们为了让有钱的人缴越多 我们不会用比例 我们要用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用的东西叫做累进 可是累进的这个字眼 同学们 我国的课税是这个样子的 以所得税来说 听听看哦 同学们 我们的课税的基础是这样子的 来 老师把现在画一个重贯图 这个重贯图呢 同学们 你看 一 五十四万 一百二十一万 二十二万 四百五十三万 好 同学们 我们这个东西 是一个标杆 是一个极具 你赚得尽所得 同学们 你赚得尽所得 如果 同学打个比方 if 等一下老师擦掉 你赚得尽所得 是尽所得 不是总所得 如果你赚得尽所得 现在算出来 如果今天是一百万的话 我们的课税方式怎么课呢 是这个样子的 来 计算上 我们就是等于五十四万 然后同学老师刚刚忘了写 写清楚 五十四万的部分 你课五% 五四到一二一 课十二% 一二一到二十二 课二十八 同学先听就好了 然后呢 再来是三十八 再来是四十八 所以同学们 五十四万 因为老师说 你的尽所得 现在是一百万的话 那我们今天使用的 就是五十四万 课五% 然后第二个极具 你算一百嘛 所以一百万 减掉五十四万的部分 我们就课十二% 这样子算出来 同学们 我们就会等于 你应该要缴纳 给政府的一个税金 所以老师就会说 你们看 我成上税率 同学们 我们成上税率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税率呢 同学们 老师要写了 我们要使用的东东 它叫做超额累进的税率 超额累进 我们要使用超额累进的税负 好 就这样 老师 什么叫超额 顾名思议一下吧 超额超额 就是超过的金额 所以同学 请看 超过的金额 超过的金额 我现在赚几八万 五四万以下 课五% 一百万到五四万之间 课多少呢 一百万到五四万之间 课十二% OK 那老师 那假设 我今天总共赚两百万呢 再讲一题 If 如果你今天赚了两百万元 我们说所得进的 如果今天是两百万的话 我看到了 如果今天是两百万 OK OK 五十四万的部分 课五% 然后呢 然后呢 一百二十一万 减掉五十四万的部分 课十二% 然后 然后呢 老师 两百万的部分 超过一百二十一万的部分 课二十八 诶 同学们 你们就学会了 我们这样子算出来 就为我们的什么东东了 是不是 就是我们的 因 那 税 而 明白了吗 OK 好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概念 哦 深呼吸 哦 我们呢 大概呢 把我们所得税的一个计算公式 好像跑了一遍 哇 有一点点辛苦 那 老师呢 麻烦大家 先跟着老师做一件事情 老师刚刚在讲解这里的东西呢 请同学来帮老师来开始翻开我们的第三章 麻烦你们 帮老师来开始看到我们的第三章的部分 好 第三章呢 我们叫做综合所得税 那也就是针对我们现在是一个自然人 我们所算出来的一个金额 好 那麻烦你们 帮老师翻到我们的 请同学帮老师先翻到后面来 帮老师翻到三支七十一页 麻烦大家 三支七十一页的地方 大家先来纵览一下这里的东东 各位同学们 你们是不是有看到三支七十一页这里 我们有一些计算方式 计算方式从谁开始 第一行的文字是不是所得总额 减掉人人可以享用的免税额 减掉扣除额 扣除额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一般 一般就是维持家庭生活 你们帮老师瞄瞄看 一般扣除额里面是不是有标准扣除额 跟什么呢 列举扣除额 有看到吗 而且老师是不是写了 两者只能择其一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有凭证 你就列举 如果你没有 我们今天就用什么呢 标准 然后再接下来 老师 他没有就不要给他扣 不行啊 因为每个人赚的钱都要养家 所以我们是每个人都要给他扣 那再接下来旁边 如果你有特定的政策目的 你有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你家里有身心障碍者 你家里有身心失能 你家里有幼儿学前的小孩 同学们 你有看到特别扣除额里面 老师刚刚所讲的东西 是不是在阿拉伯数字七 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 你家里有身心失能 就扣七 你家里有五岁以下的小孩 六 就扣幼儿学前 你家里有身心障碍 我就让你扣四 有看到没有 OK OK 好 好了以后呢 接下来下一行 诶 老师 我们现在要来算这个应纳税额 这个应纳税额的部分 乘上 它叫做乘上累进的税率 减掉累进的差额 累进的税率 减掉累进的差额 老师又要再介绍一个 小小的专有名词咯 老师 什么叫做累进的差额 是这样啦 你们听听看咯 老师现在呢 在刚刚老师举例的 这两个情况下 如果老师使用第二种的 计算方式 诶 老师 那你赚一百万 我使用的税率就12% 同学你看咯 老师 你今天赚一百万 老师继续举例 这个等一下会差掉 老师 我现在赚一百万 我们正确的情况下 正确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是 54万的一个区块 跟我们今天是 是不是等于46万的区块 我们分成54万的区块 跟46万的区块 来同学 54万的这个区块 因为我们是超额累进 54万的区块 我们就克以5% 超额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就克以12% 但是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写成 一种速算公式 怎么样的一个速算公式呢 你也可以这样子写 就是我们直接写什么呢 我们老师写在上面 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子写 一百万的部分 我乘以12% 可是同学 你乘以12% 跟这一行的算式不会相等 你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会说 你乘上了累进税率12% 要麻烦你 再减掉了一个东东 我们称之为 累进的差额 你必须把累进导致的差额 把它给它进行减除的动作 乘上税率 减掉累进差额 所以同学们 你们大家是不是有看到 同学们 你看哦 如果老师现在 为什么要减累进差额 我怎么让公式一样 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你现在呢 你让你的一百万 直接乘以12% 意思就是54万 以及46万的区块 你们看看 54万的部分 会是使用12% 而46万的部分 也是使用12% 所以这是不是 老师刚刚这里写的 一百万的部分 我是不是直接乘上了12% 可是这样子 要跟老师要求的结果一样吗 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不是叫做 超额性的累进 超额才累进嘛 超额才累进 否则税太重了 谁想要赚多一点的钱 超额的部分 我为了追求量能的公平 我要让你累进 那我今天就必须是 你这个算错了 你本来这个区间 就是你这个区间 就是54万的部分 只能克5% 可是你现在54万的部分 克上12% 所以老师 接下来就会减掉什么东西呢 减掉54万 乘上12% 减掉5% 也就是这是多克的部分 那这一个区块 我们就叫做一个专有名词 它就叫做累进差额 所以考同学 请问累进差额 是要干什么用的 累进差额就是为了达成超额效果所用的 累进差额就是多克税的部分 明不明白 那老师 接下来再讲解第二题 老师第二题 如果我今天是200万 看老师的这个急剧表 200万的部分呢 我们是不是看到要用20% 好 所以呢 如果老师直接写成 直接写成横式 老师是不是可以直接写200万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乘上了20% 可是同学错了错了 为什么错了 因为是这样子的 正确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是 我们总共呢 应该是这个样子 怎么样子呢 第一个层级 我们分成了54万 那同学来第二个 第二个的层级呢 是不是121万跟54万之间的差距 好 121减掉54 老师先这样写 那第三个层级呢 同学你最高的部分 是不是只到了200万 好 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全部乘以20% 那就代表 0到54万的区间 你是不是也刻以20% 然后呢 54万到124的区间 你是不是也刻以20% 然后呢 124万到200万的区间 你是不是也刻以20% 可是 不好意思 不是这样 54万的区间 我们为了达成超额累进 你只能刻几%啊 你是不是只能刻5% 然后呢 54万到120 124万的区间 你是不是只能刻以12% 哦 所以 我会笑 所以如果你要写横式 200万去乘上20% 你要去达成超额累进的效果的话 我们今天就要减掉累进差额 累进差额的算法 是不是就减掉了54万 去乘上了20% 去减掉多少 乘上20% 减掉5% 这是不是多克的部分 然后呢 再减掉121万 减掉54万的这个区间 我们的部分呢 你是不是要去乘上20% 减掉 20%减掉12% 这是不是多克的部分 好 总而言之 同学们 你们看一下 如果横式的公式 我们今天就是后面要去减掉一个累进差额 累进差额就是为了达成什么呢 超额累进的效果 OK 没问题 来 好啦 buddy 跟着老师看看吧 我们在三支71页的地方 你们是不是有发现 因纳税额是不是就会等于 所得进额 成上累进税率 减掉累进差额 要减累进差额 是主要达成了超额累进的效果 好 没了 接下来下一行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 叫做因角 重点是那个角 水角 虾角 角角角 就是这里 你最后是要退税 还是正式的缴给政府税 是因角 因角的税金 而这个因角 因角 因角的税金 我们中间跟因纳税额 还有一些的差距 老师举了两个差距 最简单的是 你在领薪水的过程当中 你已经预付给政府了 部分 我们可以让你扣掉 然后呢 如果政府有给你一些租税优惠 我也可以让你扣掉 有感觉了吗 来 稍微看一下 是不是 我们说啊 是不是 因角纳的 同学 因角纳的税 对不起 是下下行 不好意思 那个差尔先不要管他 不好意思 下下行 5月1号到5月31号 你们可以先画起来 因角纳 夸乎退税的金额 我们今天呢 是不是 里面稍微看几个就好了 里面有一个个人的投资底检 就是政府给你的租税优惠 你有一个扣角税额 我们就是 今天在前一年的时候 我们先预缴给政府的税金 好 同学 这样子就行了 我们先大概就理解到这样子 好不好 好 停